1964年10月16日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下午三时 新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当事业人员看到巨大的魔鬼云 腾空而起 纷纷跳出战航 相拥而庆 喜极而起 然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 却忐忑不安 因为只有拿到核爆炸实验的数据 才能知道这次试验是否成功 核爆之后 为了第一时间取得数据 一些负责爆炸冲击波测量的青年人 冒着核辐射的风险 冲向爆炸核心地带 迅速取出埋涉于地下的 压力自动记录仪 比最快速度 把记录仪送到了指挥部 结果表明 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 取得圆满成功 继美苏英法之后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位 负责爆炸冲击波测量的英雄 他就是全军十大挂箱英模 曾参与中国全部 45次核实验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俊德 1960年 林俊德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 参军入伍 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进修核实验专业 之后随部队来到大漠深处 一个在地图上 还没有标注的地方 罗布泊 罗布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叫天上无飞鸟 地上不长草 风吹杀石跑 言俏当屏障 第一颗原子弹 试爆成功后 马兰基地的很多人都被调走 林俊德也收到了工作安排 工作的地方在南京 比起吃窝窝头 喝盐碱水的西北大漠 南京就是天堂 但林俊德没有去 因为他知道 第一次原子弹试爆 虽然获得成功 但是如果中国一直没有 完善成熟的冲击波测量体系 核科技上就永远无法独立成熟 这些事关民族存亡 国家安危的国防尖端科技 必须要自主创新 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于是林俊德留在了大漠 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之后从原子弹到氢弹 从大气层到地下 他带领团队研制出系列测量系统 在我国历次的核实验中成功运用 当林俊德再次出现在大家事业中时 是2012年 急劳成疾的林俊德倒下了 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 家人建议他接受化疗 放弃工作 但他拒绝了 他说 我您要有质量的一天 不要没质量的十天 5月26日 因病情恶化 林俊德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醒来后 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为便于工作 他坚决要求 从重症监护室 转回普通病房 5月31日 林俊德病情急剧恶化 他九次请求 甚至哀求医生 同意自己下床工作 他说我不能躺下 一躺下就起不来了 在他的电脑里 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 藏在几万个文件夹中 只有他才能整理 于是我们看到了如下画面 他戴着氧气面罩 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 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 办公桌前 对着笔记本电脑 一下一下地 挪动着鼠标 2012年5月31日 20时15分 林俊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享年74岁 临终前他对妻子微弱地说 死后将我埋在马栏 就像我们一直说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 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他们犹如璀璨群星 又如火红蜡烛 以耀眼的光芒 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